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,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,欢迎持续关注。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,希望大家喜欢。 娱乐圈风云变坏,这几年选秀节目频出,一茶一茶新鲜的面孔亮相,年轻的鲜肉明星们,也是浮浮沉沉。 不过要说这些年地位一直比较稳的年轻代明星,但已经当属TFBOYS。 2013年8月,TFBOYS宣布出道紧接着发布了单曲Hark的MV,又马不停蹄地在重庆开了首唱会,并发布了首张专辑Hark梦出发。 其实在出道之前,TFBOYS的三个成员,就已经靠翻唱在网络上积攒了一定的人气。 加之当时韩流裸断市场,国内并没有同类型的男团,在这样的奇迹之下,TFBOYS从出道开始, 轻路就较为平顺。 出道的第二年,TFBOYS就迎来了大爆发。 在这一年,TFBOYS发布单曲《魔法城堡》,收邀参加音乐归榜年度盛典。 登上当时大热的综艺快乐大本营,推出了单曲青春修炼手册, 并在湖南卫视以及央视的中秋晚会亮相, 那一年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句歌词,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。 这个横空出世的组合,用了最短的时间,大红。 接下来的几年,TFBOYS稳步发展,从组合形式的发展,到如今的单打独斗。 T三位成员王俊凯,一样千玺,王源,已经站在了娱乐圈流量的顶端。 但近两年,三位成员的发展,开始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。 照目前的形式来看,一样千玺绝对是发展最好的。 在TFBOYS出道初期,一样千玺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位成员,人气是垫底的,因此遭受了许多冷眼。 但通过登上了全员加速中节目,紧接着又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,一样千玺渐渐俘获了路人员。 这几年,一样千玺发展更是迅猛,先是开了大批映照,收获了高级脸的头衔,接着便装供影视圈。 一样千玺的团队是清醒的,知道要把优势最大化,尊功一个领域。 一样千玺也是争气的,潜心打磨演技,从长安十二时辰到少年的你,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。 一样千玺在大众心里,已经从一个跳舞挺好的小男孩,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。 现在对于一样千玺来说,不仅有死中的粉丝,还有能打敌作品,奖项,照访,可悲通通都收入了囊中。 未来几年,不出意外的话,一样千玺的势头应该会更猛,毕竟有作品就有话语权。 现在王源无疑是队内存在感最低的,自从出了室内抽烟的事情之后,王源的路人员就一将再叫。 这件事确实是影响较大,毕竟TFBOYS的三位一直是积极正面,阳光正能量的形象。 不过王源的团队也算是有脑子的,同样是优势最大化的原则,王源现在专注在歌唱领域,而且走的还是创作歌手的路子。 虽说,现在歌唱圈也较过胡圈,但结合王源现在的路人员和优势,这条路确实是最适合他的。 不过歌坛也不是好混的,现在要想当猪圈的歌手,就得有硬实力。 细数这几年的黑马歌手,邓子齐,毛不易,周深,每一位都是有硬实力的。 虽说,目前王源在唱作方面,的确有些优势,但显然还不够,还需继续修炼实力。 王俊凯作为TFBOYS的队长,在出道初期,是三位里无庸置疑的人气王。 目前,王俊凯明显到了事业瓶颈期,因为他的团队没有一个清晰的事业规划, 这导致王俊凯东一狼头,七棒子,在各方面都有发展,但没有一方面是最优的。 有博主这样形容王俊凯,他就像是一个门门功课都花十分的优等生,这种情况看似稳定,但却缺少特色和记忆点。 没有自己的特色和记忆点,在娱乐圈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毕竟现在的娱乐圈,太多新鲜血液了。 还有一点,王俊凯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,他虽然拿到了许多不错的饮食资源,但在其中都是配角,且并没有贡献出彩的演技,所以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。 王俊凯的团队或许是想走保守派路线,但定位模糊,就注定不温不活,而且既没有特色又没有作品,未来的发展会存在很大的危机。 王源虽然路人远差,选的路也比较难走,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,可以顺着发展。 有段时间,王俊凯在奈良未露的Vlog以及金丝眼镜,少年十分出圈,他作为组合中年龄最大的,身材比例加,随便一个背影照,都能杀到一片人。 于是就有网友表示,王俊凯形象气质都很不错,不许可以尝试拍摄校园剧,以及恋爱剧。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这样的剧会自带一种苏点,非常融圈粉,还能摆脱过有形象。 比如同年龄的吴磊,就已经渐渐摆脱了弟弟的形象。 王俊凯有这样的条件,更应该洗掉过有印象,发展出自己的特色,打破瓶颈。 TF Boys出道8年,虽然目前在发展上,三位成员参差不齐,但都出道扫,且拥有超高的博明度。 尽管已经红了这么多年,年纪也不过才20出头,对于许多童年龄段的明星来说,他们拥有绝对碾压的优势,未来可期。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如果觉得还不错,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 下次视频再见。